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潛藏力量之謎 衝破界線的試練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這個 希臘隊 基本上這個關卡它設計的時候 就應該是說沒有打算讓你可以出技了 所以一開始就是灌過去了就對了 那我們先做一個濾珠的動作 把雜珠濾一濾 雜珠濾一濾 可是我沒有打算消水珠 為什麼他要把水珠消掉 把除了水珠以外的珠消掉 他喜歡天降就讓他降無所謂 好 希臘基本上就是 攻擊力加成喔 靠旁邊兩個希臘就加 非常好 深一點點血這個 是我希望的一個現象 好這樣就夠了 K-O 漂亮 剛好CD5 然後接下來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做一個一波帶走的動作 當然沒帶走我們還是被帶走 一樣的意思 我們在關卡設計就是一波帶走的關卡 哎呀沒有一波啦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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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好家在 灌過去了 因為水屬相克啦 基本上帶木妹也可以 只是風險會比較低 帶木妹風險會比較低 接下來這一罐的話 也是要一波 一波 沒有一波 怎麼打來打去 每罐都一波有沒有 沒有一波就要被帶走了 沒有一波就要被帶走了 好就這樣好了 算了 好非常漂亮的一波 似乎速度有點快 這個目前我想做一個單體的攻擊 我想做單體的攻擊 單體攻擊 單體攻擊 單體單體 單體聽得懂嗎 單體就是一隻的意思 單體單體單體 哎哎哎 呃啊不要 呃啊不要 好啊單體 單體我們輕一點點好不好 不要不要 太可怕了 好技能全部跳起來 基本上這現在是屬於一個好現象 全部跳起來基本上你可以隨意灌 好看是要灌他的臉還是灌他哪裡都可以 好因為基本上CD被我們出滿了我們就可以開始囂張了 好這時候我會做一個綠珠的動作 我一樣做綠珠 好為什麼 因為 我希望下一關能夠一個小小的爆發這樣 好啊現在因為我們很穩定了 所以基本上玩起來就很輕鬆了 好目前過關是沒有太大問題了 好技能跳起來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啊這個部分接下來這一關兩秒轉珠也還OK 因為我們有破防 好破防 重點它防個力78萬 所以一定要破防 那破防的話 再上個印記好不好 嘿 好這個就是考驗我的平民轉珠夠不夠快 靠 夠快沒有用 好可以看到它是屬於一個CDE的狀態 那我們 就是 就是 我想一下齁 嗯 嗯 嗯 青龍把它開下去 好不好 青龍開下去就對了 欸 好非常漂亮的一個COMBO術出現了 可以跟這個 水哀 說真的say goodbye 喔 Say goodbye 喔 基本上不要那個 喔 這一隻喔 這一隻好像也是可以的 好 一樣上印記 一二五三二的攻擊力 所以基本上是還蠻輕鬆的 打起來問題就不大 因為前面關卡比較難 我必須這樣講 唉唷 一種抓癢的姿態出現了 新招就對了 抓癢的姿態就對了 沒關係 我們有疊印記 它是CD3 所以基本上尾王是很簡單的 尾王是很簡單的 攻擊力一萬多而已 所以 沒什麼好 懼怕的 基本上可以亂轉 可以看到我不是很認真的在轉 CD3齁 所以這個尾王的話 基本上可以 可以算是有點就是 嘲弄的一種態度去 去面對它有沒有 好 可以看到我轉3combo 沒錯 不然天降 3combo 這個拼命的轉出就是這樣 慢慢看到完啦 無所謂啦 這關卡就是不讓你除CD啦 所以你CD出滿的話 是很輕鬆的 可以看到剛剛也是屬於一個 失敗的斜轉 非常失敗 但是沒關係 我們成功通關就好了 好 基本上我現在轉什麼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總之我應該 應該是這個印第是有跌到什麼 沒有 沒有錯 我可以看到我技能是沒開的 好不要再 再移動它了 這樣有點有點有點 烏魯的這隻這個 密果換手 直接一波給它送走 好所以重點是前面的關卡 前面的關卡 當然 對於 隊友當中帶一隻這個 木妹也可以考慮 可是 好重點是CD要出到 好 以上是這個 潛藏 力量之密 通過界線的 試練 的一個通關示範 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大家的關卡 掰掰